其實財訊也有做民進黨 民進黨對於2014年誰是下一屆台北市長還有總統的王牌 他說蔡英文仍然是綠軍角逐下屆總統的王牌 2014年台北市長28%挺蔡英文 蘇貞昌27.5 蔡英文20.3 選台北市長賴清德是14.3 陳菊是11.2 這是台北市長履歷軍的部分 那2016年如果是選總統那33%挺蔡英文 27%挺蘇貞昌 請大家看這裡 32.7挺蔡英文 蘇貞昌是27.2% 那麼賴清德是9.2% 陳菊是7.7% 這個跟大家報告這樣 那麼這個另外 陳志忠 前總統陳水扁兒子陳志忠 今天率先發起教訓馬英九罷免國民黨立委的行動 呼籲選民響應連署罷免國民黨立委林國正 林國正批評陳志忠是最沒有資格發動罷免的人 請陳志忠尊重選舉結果 陳志忠說今天起會出動宣傳車在選區 就是前鎮跟小港大街小巷穿梭廣播 呼籲選民出來連署罷免 那我認為可能這個選區是最有可能的一個選區之一 因為高雄市第九選區 林國正拿7萬票 那郭文成5萬9 陳志忠4萬9左右 加起來其實是10萬8 所以其實國民黨會倒輸3萬7千多票 所以這一區其實極有可能是罷免成功 來 王爺 要補充 其實我覺得林國正這事情有套 你就退出國民黨加入民進黨的改革 不然大家也說林國正都在打電話 我又沒怎麼樣 我又沒聽我們董事 我又沒去開票 選一個立委 不敢開票 不敢投票 公開講的 跟去裡面投票的 倒閉的 這都很好笑 如果選個立委是不敢聽黨議 也不敢聽民意 就趕快休息 這個選區的有關連署罷免 陳幸宇議員 還有陳志忠 我知道幾個組都在撒這些東西 一方面因為可行性最高 因為本來擔就比較大 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們現在要罷免 割一區拔變 你要跨那個 百分之五十公民贊成的投票率 不可能 所以要做一區這會上 所以要回歸到一個政黨的組織 我知道民進黨現在有組一個 拔變小組 你還要做一區 動作在打大選 這是另外一場選舉 對 它就是選舉 有罷免的總幹事 有罷免的肇事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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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罷免的罷免的罷免 罷免的罷免也要動完人出來 救自己的時候 這樣才有機會成 不然現在設計 2%的連署提案簡單 13%的連署送這個選委會 也很容易幾萬 但是到最後要百分之五十的公民數贊成 你如果投票都七成就不得了 七成的意思就是 在裡面還有七成的人 暫行罷免才七七四十九 對 所以這裡面到最後那一關的難度 但是我覺得罷免的過程 有一個好處 現在很多人要讓罷免的人 它會影響到國會的運作 因為他們沒有理 罷免如果有理 這些理會就不敢吃飯 這樣在國會在那裡就有機會 如果有頭到林國慎講的 輸不齊 做什麼 那種罷免你一點點心都不用 你們要煩惱 你們最煩惱的是 馬政府離心離德 離百姓太遠 所以這個罷免是有得力的 所以他們才會緊張才會創 是 好 那麼另外是 另外是今天 TVBS 說陳衝內閣團隊四任度的民調 那麼這是101年5月3號4號跟7號所做的 其實是今天公佈最新的 那麼這個 說適合的 適任的 第一名是李鴻元 第二名是毛治國 五十二四十八 高華駐四十二 楊明明三十九 王如璇三十九 沈四鴻三十八 賴信遠三十八 吟啟明三十七 陳聰三十七 曾永夫三十六 邱文達三十六 蔣偉寧三十六 江宜化三十五 陳以貞三十四 陳御章三十二 楊靖天三十二 劉毅如二十九 陳寶基二十八 施言翔二十六 但是這是適合 不適合 李鴻元二十五 毛治國三十四 高華駐二十七 楊永明二十二 王如璇三十五 沈四鴻二十三 賴信遠三十七 尹啟明二十八 陳聰三十二 曾永夫二十九 邱文達三十 江偉寧三十二 江宜化二十七 陳以貞三十一 陳御章二十二 楊靜天三十一 劉毅如五十四 陳寶基三十五 施言翔五十 所以看起來 是這三個調查位 劉毅如和陳寶基和施言翔最賣 來 劉毅如 施言翔的一個油電雙掌 一個因為正所稅的問題 一個是情流感 情流感 甘美牛瘦肉精 甘美牛瘦肉精 這個問題 但是我相信這個調查 你一次問這麼多部長 對一般的觀眾來說 太複雜了 很多觀眾可能不認識誰 誰是楊靜天 但是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 桃園機場在電風消去的外面 我剛才看到 還有四十七的人認為毛治國四任 這樣的人是不知道說 桃園機場是交通不管的嗎 還是說認為說 我們的桃園機場 這樣是剛好而已 我覺得 如果照替台剛剛的新聞說 這個內閣已經要提種詞 我們知道 過去是總統520就職前 一慣例會提種詞 總統可能會叫你衛留 可能就是 換人這樣 我是建議說 也不用衛留了 對 整組換掉了 你看這個 桃園機場出多少事情 高通部 從部長開始 有多少人出來付這個人 沒有耶 從頭到尾沒有人負責任耶 是 雪山隧道前幾天 雖然是意外 火燒車 可是 很多這個搶救的問題 消防的問題 交通部好像不關他的事一樣 這樣的內閣 你覺得還需要衛留嗎 我是極力主張 不需要衛留 馬英九你如果要衛留的話 也可以啦 你自己辭職啦 你就衛留成功吧 我靠 好 那 蔡英文 一樣 去 這個 屏東科技大學應邀去演講 因為馬英九前幾天去嘛 蔡英文說 台灣已經有政治力跟經濟力 但沒有社會力 台灣必須要有再一度的運動 蔡英文說 完成 完整成熟的民主社會 除了大眾媒體發聲外 必須要有人組織群眾來發聲 學生啊 要有組織群眾的能力 群眾的組織 不是只有政黨的事 他不是鼓勵學生走上街頭 但適時的走上街頭 對執政者是很大的壓力來源 強大的社會力 可以讓執政黨有社會力量的支撐 他說 學生又問蔡英文 一個便當吃不飽怎麼辦 蔡英文說 吃不飽就大聲說出來 這樣執政者才不會只聽到有錢人的聲音 我覺得這是對的 有什麼不斷就要說出來 就要有社會力 大家就做回來表達 才給他強大的壓力 對 我覺得蔡英文這樣回應是很好 也相較於馬英九 馬英九是怎樣 怎麼不吃第二個便當 再馬英九 那完全不知道民間幾股 不過洪宜你剛才講那個改組 我剛才看完民調以後發現 其實很多部長民調制度還比馬英九高 每一個都比他高 你民調這麼低的總統怎麼換我們 我們幹嘛總辭 我覺得明天出來呼籲一下 馬英九你怎麼可能來決定我們總辭 決定換我們 我們民調都比你高 換一個馬英九就好了 對啦 馬英九自己辭職 可以 以後哪個部長要出來就說 我們來看T台民調 你有資格來換我嗎 不滿意度出聲 不滿意度出聲嗎 你看哪一個部長輸他 先留意圖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